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角色攻略 原神4.3 雷火领域,新神当力 夏娃蕾技能机制全面解析 新旧配队优劣对比 配装方案测评攻略 欢迎来到本期夏娃蕾的攻略 首先夏娃蕾的定位为特化型火雷超灾辅助 主要作用是回血和重伤 队伍中角色类型必须是火元素和雷元素 主打一个异化超灾 突破属性为24%的生命 异性能基于生命值持续为当天场上角色回血 2秒回血一次 回血量能大概跟迪奥奈的大招接近 使激励为荒性推荐点到9级 命中点可以产4颗火元素威力 异性能的伤害有3种模式 一种叫做点按 重小武器 一种叫做长按 最后中迷 还有一种叫做超量弹头 这阵种伤害模式倍率一直增加 当队伍中附近角色触发超窄时 夏威雷会获得 也最多获得一枚超量弹头 此时 场按就会触发超量弹头伤害 回血效果是一样的 不会根据伤害的模式不同而改变 但是天风2中超量弹头会为角色提供攻击力 具体异己能的模式会根据场上的情况而定 Q技能则为单纯的伤害 没有辅助作用 需求能达60点中规中矩 炮弹命中后会分裂为二级炮弹 二级炮弹严实爆炸 造成火元素伤害 如果不考虑伤害这个技能则不需要点 天赋1和天赋2都是非常关键的辅助天赋 两个天赋都需要队伍中全部都是火雷元素角色 而且必须要有火雷元素各一名 那么此时角色触发超载反应 受到影响的敌人 火雷双抗型会将离40%持续6秒 只要超载不断 减抗就不会消失 天赋2提升全队的攻击力 此时就要涉及到前面说过的三个异技能伤害模式 当夏无蕾发射了超量弹头 根据夏无蕾生命值上限 每1000点生命值可以给全固队提供1%的攻击力 夏无蕾本人4万血量就可以吃满这个天赋 一共是40%攻击力 当然这个血量上限也是比较好堆的 70级就可以达到4万 松果天赋是角色冲刺体力降低20% 武蕾选择优先推荐黑鹰枪也是萌星专用 如果你有充农需求可以选择西风枪或者工艺的仇暴 西风枪要注意堆解一定的暴击磁条 工艺的仇暴如果没有后台奶要注意前台出发治疗来吃到特效 如果想打输出双暴攻击武器都可以使用 其中护魔之杖是最优的选择 圣仪物优先推荐是始终式 带冲农沙、生命碑、治疗或者生命头 其次推荐任何生命词条和治疗词条2加2 选择生命沙、生命碑、治疗或者生命头 最后 如果你现在正好给纳维亚刷圣仪物出了一套西石之歌套装 那么这一套也是一个治疗转中伤的套装 选择生命沙、生命碑、治疗或者生命头 圣仪威的副词条生命等于充能 接着命座 简单来概括一下就是 1命给队友充能 2-5命给自己增伤 6命给队友增伤 关键命座为1命和6命 1命在纯雷火队中除了下卧雷自己 全队触发超载 每10秒都会恢复6点元素能量 2命 一级的命中将连续引爆两次 也就是简单的一个增加输出 4命 开大后6秒内 长翼不会进入冷却 最多储存两次 6命 收到了下卧雷治疗的12秒后 再给全队回一吃血 同时 只要收到了下卧雷的治疗 决策将获得20%的火雷元素上一加成 持续8秒 最多叠加3成 也就是60%的火雷元素上一加成 每成的时间都是独立计算 这个命座堪比9条6命 虽然启动比9条慢了一点点 但是其中条件也比较简单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队伍搭配 首先要确定的是 队伍中仅能有火元素和雷元素角色 一个经典的队伍就是雷下相班 相比于雷国来说 增伤更高 但是也丧失了行秋的抗打断 以及减伤能力 生存压力有所增加 第二个队伍是雷九下班 更推荐二敏及以上雷神使用 极致的增伤 可以让雷神的输出打得最大化 尤其是高练雷神 主要作用其实是解放万叶 让更多队伍有另一半的机会 第三个是凌尼消弓 这类火锡弓箭主C 对于火弓主C来说 他们更需要的是抗打断 以及减伤 所以绕不开抗盾以及生存 目前来看 除了迪西亚和托马 雷虎护盾是少之又少 所以夏沃雷并不太好搭配 攻势为雷尼或者消弓 加上夏沃雷 加上迪西亚或者托马 加任意后台雷谢富C 可以推荐为八重选址或者飞谢尔 第四个角色是赛诺 本质上也是遵循火锡弓箭主C的套路 还需要有充足的后台火元素 依旧是赛诺加夏沃雷加迪西亚 或者托马加后台雷谢富C 当然如果你赛诺已经组成了成熟的激化队伍 那么我们也没必要去重新考虑雷火队伍 本期夏沃雷的攻略就到此 本期赛评认呐看看 本期赛语 with virtualinum explicit 可能 本期赛评讯 棒图 岩